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袁医生 现在这个季节又是流感的季节来啦 早前甲型流感太过肆虐 连一些幼儿园和幼儿园都要提早放年假 提早他们不用上学 以免他们的小朋友互相感染 而是令到流感的传播更加大 我相信一直收听我们原网台 或者在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 留意我们的客人 其实他们都知道在我们的中心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里面 对于这些流感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例如已经常用的有感冒妈宝 这个是一个浓缩食物的配搭 有胡卢巴汁 Color Blush 也有Olive Leaf Extract 橄榄叶精华 这些 很多时候我们的客人都自己懂得 买来做预防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 立刻服用 当年在2003年SARS期间的时候 余医生也教授了一次的课程 用同类疗法 如何去对付这些流感 当时我们也录制了一个DVD 这个DVD在陆创意健康店里面 也有得出售的 如果大家想利用同类疗剂 去做一个处理这些流感的方法 也可以去那里自己去参考一下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说到 就是说有没有一些食物类方面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外国人 一些kitchen tools 在厨房里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处理这个流感 这个感冒的 袁医生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除了陈先生说几样工具 相信是我们的 在我们大康之家的朋友 和我们陆创意的长期顾客 都很容易去到我们健康店 我们公司的同事 都会介绍很多很有效的工具 譬如有些人被咳得很辛苦的 就用那个carabash 胡鲁巴油 那个是一种果酱来的 咳咳咳精华素 那个双方感冒 胡鲁巴油 还有就是胶性银 因为胶性银其实是对那些病毒性 除了细菌性病毒性 都非常之有效的 但是当然 在这种情况用的胶性银 我们的量是用多很多 不是一茶匙喝的 是几汤匙一口一口喝的 有时候有些感冒 如果吃点都不好 就会变成肢气管炎 肺炎 如果你遇到这个阶段 当然我们会大量大量 有过这些胶性银 我们健康店有些很大尊货的 这个是一个天然的抗生素 还有大家都听过 就是风膠 Propolis 我们也有几个很好的牌子 其中一个是瑞士的 我们发现 很多客人用过 都说那个是很有效的 通常 最好就是做一种预防都可以的 就像在蜂巢里面的那些黄蜂 如何去保护自己的预防疾病呢 而不断吃那些风膠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 在这个阶段 就吃一些简单的风膠 这个Propolis 其实就是那个是风膠之外 再加上那个曼蕭之王的 那个Antikinatia 那个子椎花 这个是主要的配方 所以这两个加上 所以这样说的 那个威克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另外还有你提到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种 巴西的绿风膠 那个Propocab 这个也是对于感冒上 上呼吸系统的病毒 那些很有功效的 就是绿风膠 比起风膠来说里面 它那个疗效呢 再要加倍一点的 这几只都可以 是的 我们很多客人都来到的时候 都懂得选用的了 是的 那还有呢 我亦都有一些 简单的中医的配方啦 那些咳嗽啊 感冒啊 这些很有用的 那所以在 随之上其实有很多 很多草莓盐 是 很多不同的系列的处理流感 那所以呢 大家记住啦 就是不要轻视这次的流感啦 那还有在预防方面呢 大家记住呢 有时候你出到街 是不是 那就是你自己保护自己也好 那就戴个口罩 那戴个口罩呢 其实呢 令到你呼吸不暢 不舒服的 那我就通常呢 就滴一些什么呢 滴一些安全油 Eucalyptus Radiator 那这些一个 我们有一个很高质素的 在欧洲的 香氛精华油啦 那大家呢 就买了一般的口罩之外呢 滴几滴这些精华油 那可以在一些 就是比较人多的地方啦 或者你坐飞机呀 那你就避免呢 就感染到的 那其实流感是一个 季节性啦 是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但是始终呢 如果 就是在一个假期时间 感染到呢 是对自己的生活有点不方便啦 那所以能够呢 是做些措施呢 是帮助大家 当然是最好的的 那当然啦 有很多听众呢 是在海外啦 那他必须有机会呢 当然他都可以 就是有有扣的 我们很多公司的工具 有有扣去买到的 那但是我今次跟大家呢 介绍说呢 就是我们那个 厨房里面有什么工具可以用得 那我们经常很强调啦 医食同源啦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那你会发现呢 其实呢 你不要看小厨房那些 那些一般的食物呢 其实呢 那个效果呢 是非常之 厉害的 你完全没看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 可能都听过啦 因为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的 那大家可能也有机会 都可以收到啦 很多人教你制造不同的洋葱 是不是 洋葱汁啊 洋葱泡酒啊 其实这些多到死的 那其实全部都是非常之有效的 大家有机会呢 遇到学到呢 就其实呢 应该可以经常应用啦 那我们今天和他介绍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用做洋葱汁 那当然啦 如果你说洋葱汁 那就是炸汁咯 但是这些洋葱汁 炸汁来喝呢 是很辣的 那炸的时候也都很辛苦 那我们这次教你一个呢 就是将洋葱切碎 那这样就切呢 当然你可以用基本的手法啦 那当然呢 又流了 流了眼泪的啦 那还有一些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所谓的food process 有些谷用具呢 你可以帮你打 就是切碎它的 那用这些这样的一块东西 那将那些洋葱串下去呢 当然呢 洋葱就先撕了一些衣先啦 撕了一些 那些 就是外面啡色的那些 撕了它啦 那你就将它稍微清干净之后呢 就可以用这些这样的工具呢 food processer chopper来的 帮你切切切切切碎它 那切碎之后呢 就将它放在一个大的碗那里 你可能每次可以做三个四个 洋葱多些不重要 因为我们讲的做的汁呢 是一杯杯的喝的 不是说喝一点点的 那所以呢 你做的时候呢 不妨就买多些 买回成几斤啦 那你就可以呢 就将它的洋葱撕碎啦 放在一个大碗 那就是一个是蒸炉那里 就是香港那些 中文那些锅都可以的啦 你总之加了水 隔水蒸啦 隔水蒸 蒸的时间都很长 整个两个钟头的 那蒸的过程你会发现呢 那些洋葱就会 那些汁会溶出来啦 那当然呢 那蒸气本身都会 溶进去 那不要紧的 那你总之呢 你就将那些洋葱 熟了的洋葱汁呢 就把它就隔了出来 或者用那些 隔的那个豆浆布 将它拿到洋葱汁 那你就可以喝的啦 那你发现呢 经过这样处理的洋葱汁呢 那个味道呢 是一点都不辣的 是甜甜的 就很好喝的 你一口一口呢 半杯一杯 很快就喝完了啦 那你发现呢 这个是对你那个 感冒的问题呀 或者咳嗽呀 喉咙不舒服呀 是很大功效的 那洋葱配合的 的资料呢 虽然都接触过 听到过的 那今天一次 这样介绍给大家 简单的 自己呢 就切碎洋葱 将它来到蒸水 跟它 就是炸汁 来喝 那这个就是我第一个 所谓你感冒的 那个救星 这个是对于可能 就是已经开始有些 咳嗽的情况呢 就喝这个洋葱汁 就是那个 那个疗效就很显著的 是不是呀 袁先生 可以这么说一下 大家知道啦 有些人咳嗽来 咳嗽很久的 咳嗽整个月 那些人每年都会咳嗽的 那其实呢 当然有很多工具 但有时候你找得对 并不容易的 洋葱的好处是一个食物来的 是没错 当然它那个好处不单 所谓的杀菌啦 那个 止咳啦之外之外 其实呢 它的功效是很广泛的 那这个第一个 跟大家介绍的啦 那第二个呢 就是算了 那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啦 是 听过节目的人呢 留心这些自然医疗的人呢 大家都知道呢 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工具 真的可以这么说呢 是能医百病的 都很多时候都是啦 就是很多人呢 现在网上都很多时候提及呢 那个 就是那个 算 加力啊 那些这样的样子 在我们的 以前我们都有一些 算软卖 那但是我相信 这次袁医生介绍这个呢 就应该是自己 一家可以做到的方法 是吗 没错啦 那你知道呢 算呢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呢 原来全世界的算呢 是最主要的出产地方 国家是哪个国家 是中国是吗 是中国 是 原来百分之八十个算都是中国 有一次我在菲律宾 在一个棉兰岛的一个 大的市场 看到很多很多 一代代的那些算呢 全部是中国出的 嗯 那美国啊那些 所有的算呢 其实在中国呢 就是制造的很大量 和很便宜的 那当然呢 也有个贸易战呢 出现了个问题的 嗯 那但是最重要呢 其实这个是国产货 就是不要 不要觉得说要买 要买罗老货 其实不要买罗老货的 全世界算大部分 是中国出产的 东北部出产的 好了 那加力和大家呢 是用算 那算当然呢 就这样吃 不是不行 不过又很腋 很大味道 是很大味道 是啦 那次我和大家 介绍呢 就是怎么样呢 是将那些算呢 是烘了它 嗯 烘了它 是 那来到来到制作的 那很简单呢 那第一 就是 卖算啦 大家买多一点就可以了 不是买一只两只 买十几只 买一两斤都可以了 因为这个可以长用的 OK 尤其是在坏的时候呢 这个用量可以增加的 那在这个算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这么说 24小时呢 就可以帮你 治疗你的身体上的问题了 嗯 好了 那怎么去做呢 就是我们的 就是大家都听过 不同的 有些人浸泡酒啊 有些人呢 发烤啊 就是很多的 市面上都买到的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教的 是自己怎样呢 由新鲜的 的蒜呢 的蒜头呢 就制造这个 感冒的旧星 好了 那首先 买了些蒜回来啦 那将那些蒜的那些 衣呢 就是干那一齿呢 就抹了它啦 清洗了它啦 那剩下那些 就是一粒粒的 一粒粒的 雪粒 那个蒜粒 就当然它本身有衣的 那你就不要搞它 OK 撕了那些外皮的纸 撕了那些 那些 那你就将蒜呢 切了一顶的盆 是 那切多深呢 似乎你的蒜有多大 OK 通常呢 可能四分之一 或者到一半都可以 可能四分之一到一半 因为如果你的蒜很小粒 那你切了下去呢 最重要呢 在切了戒了的顶呢 你要将那些蒜粒呢 是暴露出来的 嗯 就是不要每粒蒜呢 都有一些衣包着 那就可以了 是 所以你切得多深呢 是似乎你那个 即是一定要批了顶头 去看到里面 看到里面 白色一粒粒的那些 是啦 那就要暴露出来的 好了 那你切了 每一个蒜 切了顶之后呢 那你挤一个 一个烤盘 烤盘 烤盘 那些烤盘 那些烤盘 那里 那挤了之后呢 你就要做一些东西 就要加些海盐 嗯 OK 和那个黑椒 黑胡椒 就灑到那个蒜顶那里 嗯 接着呢 就加些什么呢 加些橄榄油 嗯 滴多些橄榄油呢 将它涂茶了 嗯 好了 那接着呢 你就将些蒜呢 就放在烤盘里面 烤 那有些人呢 就喜欢呢 就加一个那个铝的 aluminum 蓋住它 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 那个烤盘久了 尤其是如果 那些烤盘很猛猛 是 一般那些小烤盘 那些呢 就不需要的了 就这样露了出来 就这样烤就可以了 嗯 那放在烤盘里面烤 那大概 烤多久呢 烤大概 30到35分钟 就是你看着 就是不要烤到焦了 是 是 那也都要 它做好之后 全都軟了 OK 那你烤了之后呢 你就拿出来呢 很简单的而已 那你就将 用叉子 那将它里面的 那些蒜 那些蒜蓉粒呢 就挑出来 那就这样吃 你发现呢 又是这样的 不辣的 不辣的 味道OK的 那你可以吃很容易呢 是吃它 吃起碼六七粒 嗯 一半一半 那但是我觉得呢 当然有时候 吃完它 是吧 因为蒜有大小的 是 你会吃很小的 那十两粒而已 那一口气呢 就咬烂它 吃完它 好了 那当然呢 那你需要的时候 吃 一天吃它 有时起来 一天吃它 一只两只都没所谓 三只都没所谓 那好了 但是平时呢 你做呢 当然你不会一粒粒做的嘛 是吧 你做一大盆 一大盆 那你怎么储藏呢 那有几种方法 一种很简单的 在冰隔裏 雪减它 阻操onne它 我就那么cke晒它 再放好一段很久都可以 第二种呢 就放在冰箱那裡 就这样子就放在冰箱 就不是冰箱 是 那妳可以呢 拿点油啦 铺起底 测住它啦 那可以 analogy 吧 全是anguardistan是 正是 其实是发生什么作用呢 可以这么说在24小时 就已经发尽它的能力了 当然第一个小时 就算是进入胃里 被胃慢慢消化了它 好了 到第二到第四个小时 这些树就已经开始 是什么呢 是当你摧毁那些癌细胞 还有预防游离肌的破坏 已经第二个小时 第四个小时 这些活动已经出现了 到第四到六个小时 我们的生存代謝就会增加的 所以有些人吃了蒜 觉得是热的 因为那个生存代謝是加速了的 这个情况之下 那些蒜是将我们身体的水分 水种的问题 或者脂肪 由你的身体里面是燃烧了 好了 到第六第七个小时 我们的蒜的很强的细菌作用 已经发展出来了 那将我们身体的细菌 病毒完全帮你清洗了它 到第七到十个小时 蒜里面有很多的营养 是慢慢的 直到我们的细胞 产生另外一种 我们叫做氧化的作用 其实我常常要抗氧化 但我身体有很多氧化的活动 这些是尤尼基 尤尼基 尤尼基其实不是不好的 因为尤尼基可以帮你杀菌 尤尼基是帮你对排毒 杀菌 但当然不可以太多 所以我常常控制住 其实蒜头 都有这些是产生氧化的作用 所以做一种身体 防御的功效 好了 到了第十到二十四小时 你的身体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很深层次的清洗和排毒 好了 经过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过程之后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 你的身体会加强你的免疫系统 第二 会增加你的骨落的硬度 即是老人家就不会太容易骨碎 是 很多年轻的也是 你回到年轻的时候 你一不小心一跌 就会断骨的 那你就知道 是不应该太容易骨碎 身体的骨已经太脆弱了 那接着还有一个 就会减低和改善你的血压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算是降血压 是降血压的 那 还有呢 就会令到我们的细胞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生命是延长了它的 那 还有呢 就是 蒜呢 是会令到我们消除疲劳 那 你看到北方人吃蒜很厉害 那很多的劳 就是劳动者也是 那 他们吃了蒜之后 体能是增加强很多的 那 还有呢 蒜就可以 是调控我们的一个 胆固醇的水平 除了血压之外 胆固醇的水平 还有蒜呢 就可以减低 我们那个心血管的毛病 大家都知道 会通血管 那 那 还有呢 那个蒜呢 就可以是防止 那些重金属 进入我们的身体 那 你也知道了 现在重金属 没有说圆水 其实胸里面有很多 很多重金属 那这个呢 是一种可以防止 重金属进入我们的身体 那最后呢 蒜呢 是怎样呢 是我们 加强我们那个 运动员的体能的 那 所以你也看到呢 很多这些运动员呢 都是很有 很轻吃蒜的习惯 嗯 那当然呢 一般人就这样吃蒜呢 那问题就是 就 口气很重 很厉害啦 是 想像其他方法呢 要脱口气啦 那如果用这个吃法呢 当然 那味道一定有 不会没有的 那但是呢 就不是说难吃 是的 味道很好 那如果大家能够将这个呢 是成为我们每天的 饮食的工具啦 就是不要 间中有时才吃啦 这个可以这么说呢 我曾经所说的好处呢 就可以是从一个 很简单的 厨房里面 找得到的 一种的 一个食物呢 是对付我们 现在 所以现在 就是 听到都怕那些 的流感 其实不用 不可怕的 嗯 最重要呢 就是自己懂得 去用一个 就是自然界 上天给我们的工具呢 是帮助我们 去处理这些 的流感的问题 我相信呢 大家听了呢 袁先生介绍的这个方法呢 那也要将呢 一般呢 就这样生食 譬如生食的洋葱啊 或者生食的大蒜呢 那味道真的呢 比较新辣呢 未必有人接受得到 但是处理过之后 譬如洋葱呢 隔水这样 蒸了之后呢 那个水又很甜的 我相信呢 这个大蒜呢 这个蒜头呢 这样去烤了 烤了之后呢 应该呢 都会是很甜味的 应该都会更容易 一些进口的 还有那个蒜味 应该都会 减低了很多的了 希望大家呢 今次在这个简单的方法里面 可以增强到大家呢 是处理那些流感 也是可以保持到健康 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也都有新的健康 就是整体的健康的开始了 好 多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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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